马上关掉家里的辐射之王 不是手机电脑 而是它 很多人都不懂 众所周知 辐射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都会刻意地去避免辐射 但事实上 辐射就存在我们周边 像电脑 手机 以及电视机这些电子产品当中 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辐射 但是提到辐射之王 那就非它莫属了 在生活当中 绝大多数的电子产品都会带有一定的辐射 为了确保身体健康 国家对于辐射的标准也有了相关的规定 据了解 家用电器在不超过0.4瓦每平方米的前提下 都属于正常 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但是提到家庭当中辐射最高的产品 人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认为 电子产品越大 其辐射越高 尤其是冰箱 电视机等 其辐射都是最高的 但也有人认为 笔记本电脑的辐射才是最高 为了了解准确的答案 有专业的人员进行了相关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 冰箱的辐射才0.02瓦每平方米 远远低于辐定辐射 电视机的辐射比冰箱稍微高一点 0.04瓦每平方米 而笔记本电脑的辐射 仅为0.01瓦每平方米 那么什么才是辐射之王呢 其实它就是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台灯 经测试之后发现 台灯的辐射达到436瓦每平方米 比国家规定辐射要高很多 这时候有人就会问了 既然台灯的辐射那么高 是不是就不能再用了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虽然说台灯辐射相对较高 但是它衰减也是比较快的 在使用台灯的时候 只要适当地控制距离就可以 想要将台灯的辐射值 控制在安全的标准之内 只需要距离台灯超过15厘米就可以了 在这个距离当中 其辐射值就会降到0.3瓦每平方米 如果距离越大 其辐射值也会降得越低 2.关于辐射的常见误区有哪些 1.安检辐射很大 对于一些经常外出的朋友来说 在乘坐飞机火车之前 通常都需要过安检 有人认为安检过程当中 会产生较大的辐射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工作人员手中拿的安检仪器 通常都是金属探测仪 这种仪器并非电离辐射 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 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完全不需要太过担心 2.仙人掌可以防辐射 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网上一直流传着 仙人掌可以防辐射的言论 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 然后就开始在电脑桌旁边 养殖仙人掌 希望仙人掌能够帮助自己 多吸收一些辐射 降低辐射对于身体的伤害 那么仙人掌真的可以防辐射吗 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在电脑旁边放绿色植物 只能够缓解眼部疲劳 改善空气氛围 并不能够真正的防辐射 3.隔离霜防辐射 在仙人掌防辐射之后 网上又流传出了 隔离霜能够防辐射的言论 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只要涂抹隔离霜 就不会受到辐射的伤害 而且还能够保护肌肤 但事实上 隔离霜并不能够真正的隔离辐射 所以这个言论也是不成立的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